上星或太陽座 太陽白陽座的朋友 去到農曆四月 如果不肯定你有一些長期病 去到這個時候有機會解決 就在這裡恭喜聲 因為見到一些意象 你可以去離開醫院 又或者是可以終於出走一下病床 去散心 還有就是 甚至更嚴重 如果我當是坐牢的人士 都是可以在這裡得到一個奇滿 釋放的 但是我當然知道 如果 就是牢瘡是不是不可以用電話 還有就是你用電話 就算我當是給你一個很短的時間 你也不會在這裡聽聲韻 但是如果 聽著這個白陽座聲韻的人 你有一些新識朋友 或者什麼人都好 它是上星或太陽白陽座的 然後它是坐牢的人 亦都是很大機會 在這個農曆四月 會得到一個 赤面 好了 是不是很有趣呢 就是會說一些很隨便的事情 好 接著還有呢 就 這個農曆四月 亦都是給你們去痛定思痛 改變自己 痛改前非的好時候 對 它會有一個很靈性的影響給你們 因為 因為 即是來近 你們會有 對於一些人生 或者一些新心靈的事物 宇宙的智慧 你們會獲得到一個新的價值觀 而這件事是會完完全全令你洗滌心靈的 即是可能我當你開始去接觸瑜伽 或者開始去接觸 呃 呃 打錯 什麼都好 忽然之間你們會有些感應 有些感悟 那就會令到你們覺得 原來真是個今事而作非 亦都是一個好好去 呃 自我赦免 一個自我救贖的過程 所以其實你看到那個異章是通的 無論是一個外在的環境 你是離開那個醫院 明白嗎 離開一個監獄 是不是 沖破這個枷鎖 然後在一個個人自己 心裏面的層面 你亦都是沖破一些黑暗的一個 就是 一個牢獄 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意象 那 講完美麗的東西 就講一些醜陋的東西了 哈哈 哈哈 來近呢 跟人的溝通會比較差 尤其是跟女人 特別是以下這兩種女人 第一 她平時那個朵都臭 出名是 經常跟人吵 很難相處 然後 接下來你就會忍不住爆她 或者她忍不住爆你 那 第一個會跟這些撲虎 吵 但是第二個 種類的呢 你猜都猜不到 就是因為她平時 真的不聲 不聲 不起眼 一個小鼠仔 OK 但是呢 無端端 你不知激起她爆火 她跟你吵 或者 她就是在你面前 睹眼睹鼻 你看到她經常不聲不聲 神神秘秘 你又忍不住爆她 OK 會發生很多這樣的事情 希望你們可以以和為貴 然後這個女人呢 是可以來自你生命任何的地方 你上班的地方也可以 你的家裡也可以 你的鄰居也可以 你的 甚至你的老師也可以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 不要 得罪一些有權力的人物 為什麼我最後會留下這條尾巴呢 不要得罪有權力的人物呢 因為 因為 你們 這個時段 其實 不單是這個農曆四月 甚至是去到農曆五月的 頭十幾天 你們都 不知道哪來的自信 經常很喜歡到處挑技 OK 所以 是很喜歡去挑戰一些權威的人士 去 有一些叛逆的一個 人生態度 所以 所以 肯定你們是可以按一按自己的火 最後 去到你們的錢 喏 你們的錢呢 和你們的家庭呢 是息息相關千絲萬縷的 它們可以有一個良好的 chemistry 亦都可以有不好的 chemistry 是真的非常之bittersweet的 OK 那 例如怎樣呢 喏 你的家人 是 可以 他們肯 幫你賺錢 例如 什麼意思呢 我當 如果你 做了一個 business 然後你應接不下 然後 你的家人 是 無端端可以 就是 有些事情可能你經常帶回家做 然後家人抵不住眼 就幫你去做 分擔一下你的工作 OK 那 例如 你有些 不知 手作 有些 很多人的手作 都可能沒有 studio 可能在家製的 那你就 全家總動員幫你去做 例如 你去賣甜品 賣蛋糕 那你家人 算了 看你這麼辛苦 就幫你去 拌麵粉 打雞蛋 OK 啊 或者我最近 在一些網上平台 看到很多的廣告 就是 現在是有很多 家庭式的 一些 一些美食 是可以賣的 然後他們會送一些外賣 類似速遞的 給你 例如我見過 有人去浸 醉雞 醉蝦 醉鮑魚 然後有人在做一些上海的食物 對了 那也是 你看到 可能你就去搞一個這樣的 venture 然後你就全家總動員幫你 所以你的家人 可以給了一些新的錢 給你 你的菜園 滾滾來 例如 如果你多了錢 其實你趁農曆四月去學 是非常之好的 我當如果之前有些 course 你一直很想去 但不夠錢 你多了的錢 你真的要去學 OK 那個效果會很理想 好了 繼續說回去 錢和家的關係 但是呢 如果不好的話 一些家人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財源 例如 我當不幸他們病了 然後你要經常留在這裏 遲了份工去照顧他們 那你的財源當然是沒有了 又或者不是家人的話 但是我當你搬了屋 然後搬了去很遠 然後我當你搬了去沙頭角 然後你就不可以再回過海的工 你只可以回北區的工 然後你就要遲了份職 但是之後有可能找不到工 諸如此類 所以他們是可以有一些不良的chemistry 都可以的 是的 或者 我不要說就你家人病了 但是 總之可能為了家 或者要裝修 你要花很多的錢 但凡我提任何的家人 記住了 這個家人特別是家裡的老人家 總之比你年紀大的人 但是大多少呢 就不像是你的哥哥姐姐 如果他們大三四五年 不像是這些 起碼是大十年 第一個是這些比較老的人 第二個是女人 是的 他們都會是 在我剛剛說的所有的scenario裡面 特別是會扮演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 你可以怎樣去吃了這個好的能量 你想一下家裡和你的錢 可以收到什麼出來 或者你去 apply一些新的工作 或者自己去開一個新的business 但是尤其是做home office 那又可以吃到這個能量 OK 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我當你只不過是一個正正常上office office的打工制 那你們努力一點點 是的 如果你表現好的話 其實你們接下來有機會加工 雖然在這個經濟環境之下 看來這件事比較艱難 但是 你主動努力 然後 你有個量力的成績表 然後你就走去問人 你看看 我最近很努力 跑了很多數 做些事全部很efficient 加我幾個水 行不行 原來這個農曆四月 上天都會給你一種這樣的優待 尤其是問女人 如果你的上司是一個阿姐 你問她 她很容易會心軟 就肯給你加工 就在這裡 恭喜你們了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YouTube 都記得要按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箭亂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即是就算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新聞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在我弄完星魂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呢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